大家好,我是阿玉 今天我们来做超级好吃的粉丝包子 首先将锅烧热加入一点食用油 然后下入一点点肉末 用铲子先将肉末给打散 然后翻炒至肉末变颜色 再往里面加入一点生姜末 翻炒一下,炒出香味 再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老干妈 翻炒出红油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碗清水 加入一勺的生抽 一勺蚝油 半勺的老抽 再来一小勺的食盐 一小勺白糖 然后大火烧开 水克之后加入一小把的粉条 用铲子将它放进水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煮三分钟左右 关火焖一下 再来准备130克的清水 加入两克的酵母 加入一小勺的白糖 然后用筷子将酵母给化开 准备250克的面粉 用化好的酵母水和面 边倒边搅 搅成这种棉絮状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的猪油 搅拌一下下手揉面 将它揉成一个软硬丝中光滑的面团 然后盖上盖子 放一旁 洗面十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粉条已经将水分传不吸干 然后将它倒进碗中 用剪刀将它剪成小段 没有剪到均匀铲子将它长成小段 再接着往里面加入一点韭菜碎 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粉条线就调好了 饧好的面团拿出来 直接放在案板上面搓成长条 然后下成小剂子 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剂子的切面朝上按扁 用擀面杖卷着圈来擀 擀成中间厚边缘稍薄的包子皮 然后打上一大勺的馅料 包成包子 我们今天包的是纽叶包 提起一片面皮 大拇指和食指两边不停地往前面打折 一面一个 均匀地排列 这样一个包子就包好了 不会包的朋友可以再看一遍 这种包子的包法是非常简单的 全部包好之后 放进蒸笼里面 盖上盖子发酵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发酵好的包子摸起来非常的松软 水开之后 大火蒸 13分钟之后 关火焖一分钟 我们的粉条包子就可以出笼了 一次发酵做的包子 洁白松软 面皮非常的光滑 看一下 这样做好的包子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 打开里面的馅料满满的 粉丝馅带一点点的微辣 吃起来超级的解馋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 接受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 拜拜